這個比喻是不倫不類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非常不倫不類 可是拜登一直要把中國大陸把他帶進去 那他也很懊惱很生氣說 中國大陸被他暗示這麼久 明講或者甚至對談 你都沒有出來強力譴責俄羅斯 那美國開始是一直放假的謠言 說中國大陸會驚嚴 經事援助俄羅斯 那其實大家想想看 俄羅斯即使被所有的媒體講得這麼不計的話 這麼差勁的話 他打仗一個月他的金火就打完了 他的糧食就不計了 那這種國家有什麼好怕的 這個國家如果這樣的話 台灣都打得贏他我老實講 對不對 還要跟中國大陸要求說你要金火業援助 那大家其實也非常清楚 就是你在打仗時候 其實很多金火的體系是不一樣的 金火體系 就要大家看為什麼印度現在 是美國的最好夥伴 印太最主要 他為什麼不計停 因為他的5G金火是俄羅斯啊 那你其他人供給他 他未必會用啊 你知道嗎 就像台灣的金火體系是美國的啊 所以大家看 所有 今天普丁 他的動作當然惹毛了很多人 然後可是拜登他大概沒想到 在美國的霍宴 川普每天修理他說 如果我當選總統這種事情根本不會發生 我就可以贈助了 連戰爭都不會有 對拜登來講他是很難堪 因為民調顯示好像 大家覺得川普講了有點道理 那他去扯天安門 天安門其實是最奇怪的 為什麼 因為天安門那是大陸 有些人出來爭取民主 那是大陸自己內部的 那你今天講天安門是怎麼樣 是俄羅斯在處理自己內部的問題嗎 對不對 那烏克蘭是自己 他是一些要求民主人背那個嗎 那他們是同一個國家囉 如果照你的邏輯 根本完全不通 可是因為他對很多事情 未必非常了解 他就想說 中國大陸這些年最難堪的 就是六四天安門事件 就這三十幾年最難堪就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那時候國際很多人對 中國大陸有很多杯葛嘛對不對 那把你拿出來講 他的做法就跟哲倫斯基一樣嘛 哲倫斯基到日本就講 哎呀那俄國會用核子武器 日本是全世界唯一被核子武器打過的人 就是二次大戰嘛對不對 然後到每個國家到美國就講911 那911那個那是恐怖分子在炸 也不是哪一個國家對你那個 後來美國遷入阿富汗 美國遷入阿富汗 那個不是阿富汗幹的啊 那他把他遷入在阿富汗 把他在那邊佔領了20年 那其實讓大家看到了 原來你們這些強權國家 就是這個態度 所以今天看到了拜登 他一直想把中國大陸拉下來 他這樣做法只是讓中國大陸跟俄國 更緊密的結合 為什麼 因為哪一邊倒的話 將來剩下那一邊就是 就是縱死之地嘛 所以我們更要依偎 大家互援的一個國家 那現在其實互援的國家越來越多 你看印度好像也是這樣 那這兩天布林肯 他跑去中東說 跟這些人分配 對他不曉得連阿拉伯 還有阿聯酋這些國家 其實都沒有很挺美國 對 這一次真的都沒有支持西方 而且也沒有跟莫斯科保持距離喔 沒有 完全沒有啊 尤其美國 從來唯一沒有被美國背叛的國家 叫以色列 以色列也沒有 全世界每個國家都被美國背叛過 那你今天看到這情況 就是變成在全世界來講 他是變成非常詭異 我覺得拜登喔 他因為覺得說過去美國是老大 他也當過 就是過去當過美國很多重要的職務嘛 那他今天看到這樣說 欸 現在美國好像不是過去 一講大家就言聽計從 他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因為美國的國力在衰退 而且美國這些年來 言而無信做的事情太多了 那我覺得說 這個影響到拜登在國際的威望 他這一次到歐洲去 你覺得說可以攔起 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也很難 他去揮戰美國大兵 他在那邊歡樂 哇 開玩笑怎麼樣 欸 人家 你不是來支持 來聲援人家在打仗 死那麼多人嗎 你們好像哥爾文在那邊 好像覺得說 喔 這個是落金的動作 可是不應該有這些 玩笑歡樂的場面 那我覺得說 拜登他顯然沒有演好自己的角色 拜登到底怎麼了 他提到說 不能讓普丁繼續掌權 所以我想說天哪 你要顛覆政權是不是 那大家就會覺得說 你現在是在刺激 克里姆林宮幹嘛呢 那董哥覺得 這個真的有可能 讓問題更加的危險 是不是 讓這場 你講烏克蘭戰爭呢 我恐怕更不知道 打到什麼時候了 當然啦 戰事會擴大嗎 不管是俄羅斯或者烏克蘭 他們的總統都不能下來 你找不到談判對象 過去美國把格達會殺了 那時候利比亞 想說格達會對美國不好 就一直去轟炸 就把他炸死了 那想說你利比亞以後就 沒有一個獨裁的人啊 結果完蛋了 利比亞的難民大量到地中海 地中海淹死多少人啊 都跑到意大利 全世界的難民本來有兩波 一波是從利比亞跑的 一波大家也知道 歐洲這些年來嘛 那現在第三波當然是烏克蘭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很多想法都覺得很直接 拜登可能覺得說 應該讓普丁下來 因為普丁很不給我面子 為什麼 因為拜登在美國常成為笑柄 尤其川普最喜歡笑他 川普說如果是我當想 根本不會有這場戰爭 因為普丁比較聽我的 那你呢 你要跟普丁揮辯 結果 喬好要揮辯的時候 普丁就想開打了 結果揮辯沒揮成啊 那我覺得拜登可能有些惱怒 那但是他也可能有些 心不在焉啊 拜登有些心不在焉 就是說因為他 他到歐洲的時候 很多人要他說 你要你要去的話 就去烏克蘭 那他的幕僚 跟他自己本身不想去 對 就不想去 然後就說我隔烏克蘭 還有80公里 怎麼樣 講那些都沒有 你就一步都不敢踏進去嘛 那我覺得 拜登本來想去扮演英雄 可是 你又插這一步 就被人家看破鎖腳 心裡有些惱怒啦 那這一波來講 其實美國 雖然在經濟上獲得一些利益 包括天然氣 包括賣武器賣的更多 可是拜登的身份就沒有高嘛 那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在整個戰爭期間 比如說這兩天在土耳其 又要兩邊又要開始會談 對 那你戰爭不能下去總是要會談 不管談幾次 會談總是一個機會嘛 那全世界大家都在期待 你說普丁不能再漲錢 那請問誰來漲錢 你要跟誰對談 普丁好歹他還是俄國人選出來的總統 不管你覺得他的選舉方是怎麼樣 他還有代表性嘛 那哲倫斯基的情況一樣 所以他們 你要有個頭頭才能談啊 不管普丁下台的話 請問誰能夠代表俄國談 那這個是一個簡單道理 所以歐洲很多國家就覺得說 如果到時候俄羅斯更亂的話 那搞不好勤雄併起 就像利比亞一樣 對不對 國防部長跟情治首長 各有自己的兵力 然後陸軍司令又自己有怎麼樣 黑海間隊自己又來 哇大家各搞各的 那最後大家要搶 要搶得這個領導權的話 武力會越用越厲害 現在俄羅斯很多 比較尖端的武器是還沒出來 他們一直要騙他趕快拿出來用 那他只有用極音速的飛彈 其他沒有什麼白鈴彈 什麼生化武器 西方國家一直要擊他 要擊他連拿出來就說 你太可惡了 連這種不准用的武器你都出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節目上 包括我們這三個禮拜在講 他們說你看他有白鈴彈 你看我發現了白鈴彈 還有炸彈支付也出來了 被一個月前也拿出來拍照 我有發現了 在哪裡 炸彈支付出來現在死不是死這樣 炸彈支付丟出來 周遭的人沒有氧氣 就窒息而死 全部死光光啊 那比白鈴彈還厲害很多 他是僅次核彈了 所以你可以看 多少假新聞一直在衝刺 一直在衝刺 那現在其實 大家對普丁很不凡 可是更需要他 沒有他沒辦法談嘛 沒有他下指令 這些部隊不會停止嘛 對不對 車臣白二樓斯這些部隊 他也不會在那邊幫忙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這一波我們要很清楚說 是不是要讓戰爭停止 顯然美國是不希望他停止 美國維持一個果言殘喘的 他就是要讓烏克蘭拖住俄羅斯 是是 那這樣的話對他有好處 因為他的金火賣得更好嘛 他的天然氣 他告訴說 你們歐洲這些人 你們道德有虧欠 你們就不要用俄羅斯的 那歐洲這些人很慘啊 最後他必須要去仰賴美國的 那美國的又要好多年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最後得到好處的 真的就是美國最多 所以歐洲是最慘 就是說除了交戰國之外 歐洲你看 湧了多少濫民進來 然後歐洲好多人冬天沒有天然氣用 那沒有天然氣用 不是說只有洗澡的問題耶 天然氣是還有很多化工廠 是肥料廠什麼都不能開工耶 那現在在播種你怎麼辦 現在大家看到春天播種 春天播種沒有肥料啊 所以下來就是糧食的問題 糧食問題的話 你最後還是要跟美國買 所以美國在這一波賣的金火 賣的天然氣也賣的糧食 將來大家都要依賴他 他賺更多啊 所以不要小看說這一場戰爭 那我覺得說現在拜登他自己也 雖然在經濟上獲得好處 可是他的聲望沒有高 那我覺得他心裡有些急 因為今年年底 就是說馬上來的其中選舉 顯然對他不利 因為大家對他非常不滿 那其實最大的不滿來自一個因素 就美國過去是個大英雄的國家 你從阿富汗撤兵 讓我們美國人被人家看不起 原來你是背棄盟友 臨陣逃跑的人 那現在烏克蘭在打了 你只是供應一些武器 你也不派我們軍隊去 表示說我們伸張正義都沒有 所以讓過去美國那種西部的精神 那種正義的警察形象 完全謀媚 所以美國人很多對他不滿 造成的這是一個很重大的原因 那我覺得說拜登 也分析了非常多 自己的民調或怎麼樣 他知道原因在哪裡 可是他現在也不曉得怎麼辦 所以他這個話偷口而出的話 大家口誅筆劃的也有 白宮自己要跟他修飾了 他不是這個意思或怎麼樣 那這個也有 但是說明了他現在其實 是有一些心慌意亂